大家好,今天我们做一个外酥里软层次丰富的芝麻烧饼 它的口味是咸香酥脆 既可以直接这样吃,也可以夹上自己喜欢吃的炒菜 接下来准备一点油酥,两勺面粉,两克盐,一克13香 把它搅拌均匀 然后浇上滚烫的热油 再把它充分搅拌 搅拌至没有颗粒 盆里放入250克面粉 3克酵母 2克盐 15克植物油 分别把它们放在不同的地方,这样有助于酵母的发酵 接下来扫量多次的放入180毫升清水 和成面絮状,然后揉成面团 建议放在案板上来回的揉搓 这样非常的容易把它揉光滑 面团中间掏个洞,像甜甜圈一样 然后把它截开 简单的戳一下,不需要戳太长 然后分成六个剂子 六个剂子横截面朝上,然后戳成长条形的剂子 放一边待用无需发酵时间 把面剂按扁,擀开,然后拉藏 刷上油书 我们从一面,像这三角形一样,给它卷起来 然后收口朝下 给它沾上水,然后沾上芝麻 有芝麻的一面朝上 擀面团上,沾上面粉以防粘连 然后把饼擀开,一边转一边擀 筷子,再给它煎五六分钟 煎至两面颜色相同,就可以把它盛起来了 芝麻烧饼就做好了 这款饼子的特点是外酥里软,层次丰富 酥香开胃,而且不油腻 非常适合炎热的夏天使用 如果大家喜欢,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也非常欢迎大家留言,我会详细的为你解答 谢谢大家